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会为你们吃饭做一个柚子枫蜜蛋糕 柚子枫蜜蛋糕听到大家可能在外面有吃过 但材料其实是有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今次是准备一个小份量的柚子枫蜜蛋糕 所以我们准备了有50g的自发粉 另外当然我们有柚子枫蜜 这次我们是不用奶而是用了一个豆浆去代替奶 我们这里来说就是有差不多50ml 另外我们会准备有50g的牛油 另外有3只鸡蛋和50g的砂糖 好 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要处理的就是鸡蛋了 我们要先把蛋白和蛋黄分开 如果你有这些鸡蛋器其实也很方便 但如果你没有鸡蛋器的话 其实你用蛋壳去分开 其实也可以的 好了 我们分开了的蛋黄 我们就会把它拿到一边去油袋处理了 好了 我们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牛油去煮 那我们把牛油和我们刚才的豆浆 如果你不用豆浆你可以用鲜奶也可以的 用最慢的火去煮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浆粉了 我们把面粉倒进去浆里面 慢慢浆它 那其实这个过程是令到那些粉 更加柔滑的 更加柔滑的 好了 接着我们把刚才煮的牛油和豆浆倒进去粉里面 那我用一个普通的手动的发蛋器 就去搅拌均匀 好了 由于我们今次是要做一个柚子蜂蜜味 所以呢 我们就加一些柚子蜜 那当然啦 甜度或者蜂蜜 都是随意的 即是如果你想浓味一点的柚子 你就多加多羹 那一会儿加糖的时候你可以加少一点 那如果那些皮来说 其实都不要紧要的 你照下下去吧 好了 下了蜂蜜柚子之后 我们就好像刚才这样 搅拌均匀 好了 现在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发蛋白 这个步骤呢 其实是决定这个蛋糕的生死的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用这个蛋蛋器 用一个慢速去打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要将它调成高速 然后呢 在同时我们要加入这个砂糖了 好啦 我們現在大概打了三時五分鐘啦 那我們看看它是不是變成好像一些cream狀的物體 好啦 我們可以用一個這些刮去試一試 看看它的程度啦 好啦 其實如果像這樣一個忌廉的程度 其實代表已經可以了 好啦 我們剛才準備完那些材料之後 其實我們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現在就先預熱暴露 好 那我們首先走過來 就調一個預熱的程序 對啦 PE 用的溫度是150度 好 那我現在開始了 好啦 在焗爐預熱的時候 我們就最後處理這一堆材料啦 首先我們把剛才打好的蛋白三分一 先放在剛才蛋黃的那一碗粉裡面 那我們然後輕輕用這個手動的攪拌器去攪拌一下 對啦 那我們輕輕拌勻它 對啦 不需要太大力的 對啦 用攪拌均勻的方式 好啦 攪拌完之後呢 將它全部的材料倒入同一個碗 好 直至它顏色全部均勻呢 那你就可以停的啦 好啦 我們現在就介紹一下蛋糕焗盤啦 那你可以買一些普通的蛋糕焗盤 又或者好像我這一種呢 這個底子是可以穿出來的 那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說到時候你焗好的蛋糕之後呢 容易整個推出來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今次呢 都是選擇 用牛油紙 或者你那些烘焙紙去鋪了它 好啦 那我們在包好了裡面的牛油紙之外呢 其實我們的碗呢 外面呢 我都包了一層錫紙的 那包一層錫紙的作用呢 其實就是令它受熱更加好些啦 那蛋糕焗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好一點 那好啦 我們現在把剛才做好的材料呢 倒進去這個 烘焙盤裡面先 好啦 全部倒進去之後呢 就你要用這個刮去鋪平那個 糕的蛋糕的表面 要不然呢 焗出來就會變成糕皮不漂亮的啦 好啦 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倒進去幾下 那這個椅子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希望 它裡面如果有些空氣啊 或者是有些納粒的話呢 都可以給這些材料填滿 好啦 我們放進去焗爐之前呢 我們在這個焗盤裡面呢 其實我們呢 就加85度的熱水 下去 那不用太悶的 輕輕一層就可以了 好啦 那我們準備好了之後呢 焗爐已經預熱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這個蛋糕呢 就放進去 好 那我們呢 用這個150度呢 我們呢 就焗它 60分鐘 那麼現在就開始燮熱了 那妳現在就開始焗的呢 現在就開始焗了 起司廂 我們現在還有幾秒時間呢 蛋糕就焗好了 搞定了 我們現在先看一看 各位在家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是很熱的 好了 那我現在拿出來看看效果 真的要小心 很熱的 由於今次是一個教訓 紙包得太太膩 現在焗出來的蛋糕邊就不太好 但是我們現在行量是否成功 我們看看其實夠不夠蛋 其實是夠蛋 好了 那我們現在試一下切開裡面 看看它的形狀是怎樣的 好了 我們現在切開去看看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質地也是很不錯的 所以如果你是說自己食用來說 其實是絕對沒有問題 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說想的形狀更好 要不然你下次就用心包好一點的牛油紙 或者你絕頭不要用牛油紙 好了 我們吸取了教訓之後 剛才我們做的那個不是那麼漂亮 我們現在馬上做到第二個 看看看看 其實比剛才那個漂亮好多了 看看拆出來的效果是否好一點 我剛才說過 其實你不一定按照這個配方來做的 這個我沒有放到柚子蜂蜜 但是我放了香蕉片 可能裡面那個形狀會有點不同 不如我們現在切開來看看 哇 哇 很彈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裡面這個質地 那呢 就 都不錯的 彈彈彈彈 那這部微波爐 那這部微波爐呢 我們開箱不是因為它新 而是因為它便宜 那現在呢 你去一間橙色的電器店 裡面用了信用卡優惠 商場優惠 你2000頭就可以賣到的了 你說是不是很划算呢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爐的內部是怎麼樣 那打開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爐的內部呢 會有上面會有兩支的發熱烤管 那另外旁邊這個呢 是蒸氣的出口來的 那這個爐面這個底部呢 會有發熱線和微波的功能 好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個雜水盆 那這個雜水盆 然後裝滿水之後呢 就可以讓那個爐呢 發出蒸氣呢 可以用到大概30分鐘的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看一下那個Menu有什麼功能 那其實它使用都非常之簡單的 就是你只需要把這個 旋扭呢 向左向右轉 其實就可以叫到那些Menu出來的了 那我們先看一下 第一個呢 就有微波啦 蒸氣啦 蒸氣加微波啦 然後烤焗啦 然後烤焗啦 烤焗加微波啦 那這個是香脆燒烤啦 蒸氣加燒烤啦 這個是浴熱啦 不需要浴熱的焗爐啦 還有Timer的 那由於功能更多 那我不一一介紹啦 那我會在第二天教大家 煮食的時候再介紹一下 但是呢 這部爐呢 我有一個特別欣賞的功能 就是一個自動翻熱的功能 那這個自動翻熱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說 你放了一些食物或者飲品 進去吧 按這個自動翻熱 然後set你所需要的溫度 那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那個食物或者飲品 加熱到止病的溫度的啦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都喜歡我的分享的話 你可以like 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 拜拜